文章来源 科学网 8月25日凌晨 论文解禁 看到自己关于蛋白质降解新机制的研究成果出现在Science网站上 古新长书一口气 这项耗时近两年的工作终于画上了句号 也为他本以足够精彩的履历又坠下一颗明珠 北大毕业 MIT直博哈佛医学院博士后 尽管出道极巅峰 但对古新而言 这篇论文仍然是他科学生涯中一道独一无二的一笔 刚满30岁的古新 因这篇论文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 与另一位共同第一作者皆为夫妻 寻找死神蛋白 当动植物受到外界刺激时 会做出一定的适应性变化来响应环境 从而更好的生存 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 就是外界刺激能激活或抑制生物体内的转入因子蛋白 从而调节下游基因的转入 让生物表现出相应的变化 古新的博士后导师 哈佛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 Michael E. Greenberg 便是第一批研究转入因子的科学家之一 但在过去40多年里 无论是导师Michael 还是其他热衷于研究转入因子的生物学家 都主要聚焦在转入因子的激活机制上 至于这些短命的转入因子 被激活表达后是如何降解消失的 则先有学者得出结论 古新在研究生期间便意识到了这片空白 于是在进入Michael的实验室大约半年后 他便下定决心要把转入因子的中场戏份续写完整 众所周知 细胞能够通过一种叫做泛素的小分子 来标积极分解蛋白质 用类似打标签的方式来告诉蛋白媒体 细胞已经不再需要这些蛋白质了 蛋白媒体就会破坏掉它们 并丢进垃圾桶 哈佛医学院的已故教授 Galfred Goldberg是这项垃圾桶机制研究的开山鼻鼠 同时也是古新最敬重的科研前辈之一 然而蛋白媒体也会在没有泛素标签的情况下 帮助降解蛋白质 对此 科学家们一直怀疑 还有另一种不同于传统泛素化的蛋白质降解机制 虽然存在零星的文献表明 蛋白媒体可以直接降解未标记的蛋白质 但没有人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 当时能找到的相关文献总共也就十篇左右 这完全在古新的意料之外 也预示着某种令所有科学家倍感兴奋的开创性 因此下手要快 古新知道做分子生物学研究速度是极其关键的因素 我们一直很担心 因为总觉得发现新蛋白 新功能这种事情 别人也一样在做 很容易被抢去先机 但作为一个北京姑娘 单刀直入 恰好是古新与生俱来的天赋 抛除一切杂念 开始做 要想拿下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首先必须搞明白 他距人于千里之外的原因 古新分析了前辈们的所有成果 发现他们之所以没能解开转路因子降解的秘密 主要卡在两个地方 首先 细胞中一定存在专制引渡冰死蛋白的某种死神角色 但受限于过往的技术水平 科学家们显然还没能发现它 另外 要想揭开转路因子降解的科学机制 就必须借助一些数量基础庞大 可观测的技术手段及工具 凭此来论证因果关系 从而得出扎实 完整的实验结论 不难看出 两道难题都和技术有关 这意味着 古新要拿下的 必定是一项交叉研究 命运总会在不经意间 抖落一些橄榄枝 当时 古新的男友 Christopher Nardone 正好在哈佛医学院的著名遗传学家 Steven J. Eilich麾下读博 Steven恰好 又格外擅长大规模的遗传学筛查 如果能和Eilich实验室合作 古新将有更大概率来发现 那枚被很多人苦苦寻觅的关键蛋白分子 于是 一项哈佛医学院 两个顶尖实验室之间的交叉研究项目 便在古新和Christopher 这对情侣的共同努力下促成了 并于2022年初正式启动 一边是来自 Greenberg实验室的高精尖生化手段 一边是来自Eilich实验室的超强大规模遗传筛查技术 在双方团队的权力支持下 古新和Christopher 很快便发现了那枚死神蛋白 McNolin蛋白 降解的故事终于迎来了他的主角 这还意味着 科学界将有可能首次发现一种 有别于传统范素化修饰的蛋白质 降解新机制 简单且优雅 早在2022年8月 古新和Christopher 就发现了McNolin蛋白 随后便被卡住了 对于该如何揭示McNolin接到蛋白降解的具体机制 他们犯起了难 研究陷入困境 古新却并不慌张 他静下心来 开始广泛寻找解决方法 终于 一款名为AlphaFold的AI软件 闯入了他的视野 他帮了一个大忙 这是一款专做蛋白结构预测的软件 当时才刚刚上线 古新和Christopher惊喜地发现 这款软件恰好能帮他们预测出 McNolin蛋白借导 降解的具体机制 而软件中预测的突变后 结合未点击方式 都是可以被验证的 在AlphaFold的帮助下 研究团队发现 拥有467个氨基酸的McNolin蛋白 其实由三个区段构成 一个区段和胜放死去蛋白质的垃圾桶 密切相关 一个区段则直接负责 与上百种降解底物的结合 古新将其形象的命名为 Catch Domain 这是McNolin蛋白 能够帮助其他蛋白质 降解的关键所在 它像集了一位灵活的捕手 抓住其他蛋白质 将它们直接喂入蛋白媒体 再由后者将它们降解 至于剩下的一个区段 古新和同事们 暂时还没能厘清它的真面目 单从功能表情上看 这个未知区段非常关键 如果把它去掉 整个McNolin蛋白 将无法再帮助与之结合的其他蛋白实现降解 古新目前只知它很重要 但暂时还不知道它为何重要 这将成为古新和Christopher下一步的研究目标 至此 McNolin蛋白借导蛋白质降解的机制已被厘清 我们发现的机制非常简单 而且相当优雅 Christopher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童新节 说来也巧 Christopher与古新的相识始于一场面试 不是最后一年 古新需要尽快找到一间合适的实验室做博后 那年他参加了三间实验室的面试 Christopher所在的LH Lab是其中之一 尽管最后没有选择LH 古新却因此认识了Christopher 这个天性纯粹热爱科学的意大利男孩 Christopher生在美国 但父母都是意大利人 家庭观念很重 无论在事业上 还是在情感支撑上 Christopher都是古新最亲密的伙伴 他为人直率 总能和古新思维同频 更重要的是 Christopher和自己父母间的联系非常亲密 他完全能够理解并支持古新对家人的深厚情感 这对古新而言很重要 因为在他心里始终藏着一个遗憾 在古新的旧行李包上有眉小巧的童心结 是八年前父亲送他出国读博士 亲手挂上的 那时同为科学家的父亲 已确诊癌症 机场一别是古新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直到现在 他还清楚记得 父亲最后的叮嘱 MIT式的好学校 你要加油 爸爸等你回来 如今他发了Science 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但最爱他的父亲 却没能如愿等到重逢 每当想到这些 古新便忍不住落泪 父亲成了他一根愈合不了的折类 2011年 古新从人大附中毕业 被顺利录取至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4年 大三下半学期 成绩优异的古新 开始着手申请留学深造的机会 与此同时 古新的父亲被查出癌症 从小到大 爸爸对我都很严厉 期待很高 他也有自己的实验室 做信息科学的 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实验室要求 都非常严格 回忆起父亲 古新的脸上 浮现出少见的困顿 语气也间断起来 彼时的古新才21岁 他甚至想过放弃 放弃申请 放弃科研 一心一意 守在爸爸身边 陪他走完 最后一程 父亲的态度却很决绝 如果你不申请 我就不太想治疗了 古新懂得 科研在父亲生命中的分量 作为女儿 他无力拒绝 更不愿 让爸爸失望 拿到MIT的博士 录取通知书后 古新依然想过放弃 但我爸爸一直说 能进MIT不容易 要好好珍惜 这个机会才对 古新不忍心 辜负父亲的期待 某着一股劲 踏上了 飞往美国的航班 遗憾的是 在古新前往 MIT读书的第一年 父亲便去世了 突然接到噩耗的古新 甚至来不及 提前预定回国的机票 等他终于赶回北京时 爸爸已经去世三天了 直到现在 古新仍然无法忘记 父亲送他去机场的最后一遍 平日沉默寡言的父亲 似乎已经意识到 这也许是 能见女儿的最后一面了 他一边叮嘱古新好好学 别担心自己 一边默默取下 自己一直用着的童心结 寄在了女儿的行李包上 印象中 这是他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 八年来 古新一直存在这样一种信念 他相信 爸爸一直在天上看着自己 甚至悄悄地把 MIT读书的蛋白 推来自己身边 他抓住每个机会 努力把研究做到极致 因为不想让爸爸失望 最耐力的时候 古新每周服安工作 超过八十个小时 连做梦都在想 实验为什么没能成功 父亲对科研的热爱 古新从小便 看在眼里 他去世后 古新也会在无数个深夜 辗转难眠 思考科学 对爸爸 对自己的意义 每个人最后都会走向死亡 知识是能够永存于世 影响后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科研为古新编织出了一个 能穿越时空的童心结 和多年前父亲送他的那枚一样 若定心念后的古新 已然坚信 科研是自己毕生 都要追逐和奉献的事业 今年春天 Christopher成为了古新的丈夫 这对结缘于科研 相知相爱于一篇论文的情侣 终于还是走到了一起 闲暇时 古新喜欢画卡通画 捕捉万物神韵 勾勒线条再着色的过程 何尝不像科研 他还曾为Christopher 创作过一张俏皮的肖像画 画中的Christopher 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和望向科学 望向古新的目光 如出一辙 从这些画作中 似乎能瞥见古新的另一面 他的故事 竟与Midnolin蛋白的三个区段 有所呼应 无论遭遇任何事情 这个北京姑娘 都完整地守护着 自己的三个区段 一段像当下一段近回忆 剩下的一段 给永远处于进行时的自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